达吉尤丁表示暂停355法案国会辩论 内长不诚实 陌落有阴谋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考病 之前这一个中校部长就有说过 RUU355也就是一行法的修正案 已经差不多要完成 可以提成国会了 具体的内容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小弟的立场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 今天就不再多追溯 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不是RUU355 而是伊斯兰党这个吃相实在太难看 他们迫不及待想要当政府 甚至想要当首相 在这个新闻体现的淋漓尽致 首先这一个达吉尤丁 也就是伊斯兰党的总秘书 他就讲内政部长现在是欲盖弥彰 要掩饰政府更大的过失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因为塞夫丁表示 修正案事关重大 需要给国会议员更多的空间来辩论 才能够取得三分之二的支持 去通过这一个修正案 达吉尤丁对此呢 他是非常的不满意的 他想要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马来统治者 是否已经同意了政府所拟定的修正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想要知道修正案的这个内容 为什么跟内政部之前跟各界一起讨论 取得的这一个反馈 是有所出入的 就是有不一样的情况 很明显现在整个修正案呢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它完整的内容 不过跟伊斯兰党的这个诉求 应该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不然为什么这一个达吉尤丁会这样子说呢 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达吉尤丁呢 还不断的在抨击政府 讲政府的这一个人数是不足够的 因为在3月27号的时候 原本这个修正案要在国会辩论 要进行到恶毒 可是呢 当天有211个国会议员出席而已 当中有11个人是缺席的 9个人是亲团结政府的这个国会议员 包括那6个土团党的叛将 除此之外呢 副首相还有几个部长呢 都没有出席 所以因此达吉尤丁认为呢 亲政府的这一个成员 当天的出席人数只有145个人 那如果你要达到148的这一个国会议席 三分之二的优势才能够通过修正案 很明显达吉尤丁认为这是不够人数的 那这里呢就有一个很搞笑的问题 这个RUU355法案 不是伊斯兰党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吗 就算团结政府这里真的如他所说不够人 难道伊斯兰党是要集体反对这一个修正案吗 所以他讲的东西呢是相当的莫名其妙的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莫名其妙呢 接下来他讲的东西呢 你就明白了 他说政府不足三分之二的人出席呢 修正案就会失败 这个等于什么呢 等于政府也失败了 等于对首相还有政府提出了不信任动议 这里是相当搞笑的 这一个不信任动议不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要反对党的国会议员 有至少112个人才能够叫做不信任动议吗 政府的这一个法案没有通过的话 其实他就顶多让政府稍微的没有面子一点 完全是不影响这一个所谓的政府的运作的 像当初国盟的这一个SOSMA 也就是国安法 不是也曾经在这一个内阁里面被反对党否决吗 当时候为什么政府没有倒台呢 这个相当有趣 很明显的他是明知顾问的 而且他还是个律师来的 这里呢我也是不会了 他就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现在政府已经失败了 只剩下三个选择 第一辞职 第二呢就是解散国会重新大选 第三就是召开一个特别国会 来重新让国会议员选首相 那讲到这里是不是很明显 他们就是想当政府想到疯了 想当首相想疯了 所以才会出此下策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 就算没有获得三分之二的议员来支持 政府也是不会倒台的 那现在达吉尤丁讲出这一番话呢 有两个很明显的动机 第一他们迫不及待想要当政府 刚刚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第二这一个RUU355法案的内容 应该很明显是跟伊斯兰党的这个设想呢 有一定的这个差距 所以呢 他们现在就是先站起来怼赛夫丁一轮 然后呢 要传达给他的支持者知道 你们期待的355法案呢 政府没有给一个满意的答案 所以呢 当他铺牌完毕过后 等到团结政府有一天真的去提成这个355法案 那到时候呢 子弹就可以狂轰乱射 现在赛夫丁在拖 我也不知道他在拖什么 有可能团结政府内部有成员党 是也不愿意看到355法案被提成上去 所以呢 有一些阻碍 这个是我的猜想 没有任何的这个数据来论证的 只能够等到正式提成这个法案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知道他的全部内容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